我住在瑞水箱 所以我常常有的時候會唱說 瑞水箱 瑞水箱 外包隊瑞水箱 事實上我寫這首歌的時候 對我來講是創作的一個很大的珍水禮 過去我寫作的時候就是寫自己的生活 認識個帕安邦以後 我就第一次完完全全把自己當成帕安邦 所以之後帕安邦的大部分的歌曲 通常都是我寫的比較帕安邦 另外一個名字 什麼年輕的先生 那麼這首歌是我為他寫的第一首歌 但是真正觸動我的是 他在告訴我他跟外婆之間那種情感 當然現在帕安邦已經到天堂 跟他的外婆團圓了 但這首歌我相信會繼續傳唱下去的 會的 會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聽聽葉家修大哥 唱唱這首歌 好 尤其我們在座兩位 明白是 更好 尤其我們在座兩位 愛美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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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夜灵醉斜阳 只是海岸浪 坐在门间的岸墙上 一点点幻想 夜市幻阔的山上 又怎样对伴 还是我爱做出这张 将手轻轻换 才能让我走向雨 为温暖的风景弯 一遍找一只小笔 穿上我许过时光 直到颜色很多 我要在回家的路上 红不完 红不完 外国的红不完 有我许多童年幻想 阳光 沙漢 海浪 写人章 还有一位老船长 有我许多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